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例如量子糾纏现象和干涉现象如何 感应地球自转 第二节又有地球科学甚至是火星 恒星科学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也是谈自转 但层面有点不同 画面上大家看到一个新闻消息 就是一个正式公布 就是说地球的内壳是慢慢收慢的 如果你问我地球的自转 整体上是否应该越来越慢 应该也是 因为地球上浸在海水的海洋 在地球上的水流流来流去 一日到刻就被太阳和月亮的潮值力 将水扯来扯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是一种阻止地球转的东西 但我们今次的新闻说的不是这一样 对于地球来说 其实那个核心 就是那个动态 里面发生什么事 是很难去了解的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真的派遗器到下面去看 你世界上 人工串值最深的洞 你去到10公里 就是这么大 但如果你说要研究地球的核心 你是说以几千公里 即地球的半径都六千多公里 那你真的没有可能 落到几千公里 到下面去探测得到 所以我们去感受到地球内部的东西 这个手段很多时候来自什么呢 就像一些类似星纳的原理 你去感受一下下面 有没有一些机械的震动传出来 有些方法就是 你在地球一边 弄一个爆炸 看看爆炸出来的震动 在穿过了地球之后 会是怎样 或者不需要你人工弄一个爆炸 你是借着一些地球 去自己本身的震动 譬如说在一些地壳 比较靠近地表浅层一点的地震 一震的时候 其实是整个地球都震 而不是只是表面那些扭震 那些震动是会 既在地球表面散出去 亦在地球的核心内部 一直透过去地球的另一边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地球的另一边 去接收到这些地震的讯号的时候 往往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知道内部的核心 究竟是远还是硬 以及转得多快多慢 其实都可以由这些地震数据 去那里看到 所以今次这个公布 就是我们说 结论到地球的核心内部 转得慢了 的而且确是透过 要去了解地震的数据 来去了解 那这班地球科学家 他们就在这个研究中 收集了多年的大地震数据 应该是至少用了 二十多次的大型地震 来看看地震的趋势是如何 不单止在一年内收集数据 而在历年内收集了 二十多次主要的地震数据 来去看看地震波 由一点传到另一点的时候 那些变化会是如何 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有一个很强烈的震动 去传给你 最简单的就是 譬如我想由这一边 这栋楼的这个位置 大声叫去对面楼 让对面楼听到 其实有一些效应 是很易明很简单的 但是你未必有机会试过 就是说 如果 你假设中间 是静止不动的 那些空气 可以叫去传播 所以如果中间是有风的话 你真的 眼睛看着它 叫过去 你的声音 真的会被它吹歪了 所以 无论你是射子弹过去 也好 因为你叫声过去 也好 你也要计算一下 如果那些空 是在你游至座 吹过去的时候 你那把声音 也相对地叫的方向 要转一点点角度 让它被风吹歪了之后 最后就可以 刚刚好 落到你想叫的 对方对象 那只耳朵 这个比喻 其实你用在 今次计算地震 也是 我们尝试 在地面上摆的监测仪器 去看看 由一个地震 比出来的地震波 在地球的另一边收到的时候 那些强弱分布是怎样的 你预期 它是否最直线的 是最强的 圆形的 一路像这样 一个涟漪般散出来 还是它的强度 原来是 有一些变化的呢 原来是有一个 整个 原来的条文是扭曲了的 扭曲的原因是 因为地球的内部 有些东西正在转 就好像 你一个子弹 或者你一把声音 在一个側峰很强的情况之下 去行进的时候 就被吹歪了 那现在的地震波 其实你都可以说 它是会被 地球的内核的自转 带动了 令它退了一点点位 你不可以完全 就用一个球体 很对称地地散开 这个是完全 假设了地球 不转 里面没有转 但是它的转速 是会令到这些这样的 无论是岩漿 甚至是岩漿上面的 那些因地壳震动而 传过来的那些 那些涟漪 都是会退了 整个形状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透过 反复的一个 实验数据的策略 就去结论到 就是说 没错 地球的转速效应 比以前是慢了 如果你说是 间不中一次半次 就是因为 其实地球的转动 可以是不均匀的 有时快点 有时慢点 是有少少的扰动 但是总体上的趋势来说 我们预计了 就是说 如果你以一个天文尺度去看 以一个亿年的时间去看 它是会慢一点 以前的地球 可能用今天的时间标准 就是短过24小时一天 未来就会多过24小时一天 但是现在 地球的核心 我们就由现象上 由地震的数据来看 它是慢了 接着你可以问 就是 为什么会慢了 其实这里 你说如果外面那里 为什么会慢了 我知道 但是现在在里面那里 其实是比较坑头的 因为里面有什么机制 就是快了慢了 我们是从来不是很清楚 我们知道 地球自己由一坨这样的 气体星雲形成的时候 最原初那堆气体 有的转动的角度量是多少 那就决定了 它最后转出来 几快几慢 当然它一直形成的时候 收缩的时候 它又会加速地转一转 但是整件事冷却好的时候 它总体上 又会慢慢地被消耗了 去转动的能量 但是现在地球这件事很有趣 它是一架 就是一架唐心 一架唐心弹 外面你捉紧 就算你捉紧 它又确不转 其实里面的核心 也仍然有些转动 更何况现在 其实整个地球 就是无论外和内都在转动 如果以太阳来说 更加夸张 只是它的外表 都是在尺度 和它两边的转速都不同 但是地球最少就是外面的硬壳 就是无论你在哪个时区 你在北半球 南半球 位度高位度低 你的转速都是一样 但是去到你的核心层面的时候 它又有些东西不一样 而我们甚至乎会认为 往往就是因为核心的转动 是劇烈这么多 才能够令到我们地球有磁场 地球的磁场 简单来说 我们现在估计 是由什么而去引起的呢 就是 应该有一个 一个 铁 铁 这些金属 加上碳 这些元素 会聚在核心 这个核心 也有一个流体的形态 但是它的密度很高 然后它也有一个转动 再加上这个核心 周围有一些 我们叫做 一些叫做 发电机效应 我们真是用一个英文叫 Dynamo Effect 来去命名它 就是这些 就是 很高温 高压的 这些 带铁池的元素 它在这儿这样流动 就令到我们整体 产生的磁场 说就是这样说 但是你说到真的 你要做一个模型 建立出来 看看是否可以 产生到我们 现在解释到的磁场 就做不到的 所以地球磁场的起源 只是这里 都已经是一个大问题 更加不要说 就是 这个地球的核心 转得快转得慢 是因什么而起呢 那它周围有些什么 很混乱的喘流 在这儿流动 令到它快了 慢了 那是什么原因呢 里面的物质 是否突然间 有些不均匀的分布呢 里面也有一些喘流 有些很混乱的 不是很稳定的流动 它总体上有一个趋势 但局部上来说 可以是很混乱的一个流动 这个情况 就是有少少像 你煮滚的水一样 你主体上 看到它的渡流 但局部上 你看到它很混乱 这个地球的核心 亦是一模一样 就是 了解到 为何要拉到地球磁场来说呢 因为地球磁场 很多时 就和地球核心的转动有关 你可能会问 地球核心的转动 如果真的越来越慢 是否会甚至乎 影响到地球磁场自己本身呢 那我会说是 但是现在可不可以做到 什么预测呢 也说不到 我们不知道这个趋势 会不会延续得久 和最后 如果真的永远延续下去 是否真的会告诉我们 地球磁场最后 就会越来越弱呢 而速度会是怎样呢 暂时我们不能给予预测 但是纯粹就是终结 这几十年来的数据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 慢了的地球核心内部内核 是减慢转动的趋势 在这里 究竟未来的趋势是怎样呢 留下我们以后再追踪 但是 这次还没完的 我们还有一件有趣的东西 和大家分享 我们先前也说过太阳风暴 也说到北极光 也说到澳洲 美国 加拿大 很容易看到北极光 原来很有趣 这个太阳风暴 当然不会只是吹地球 那么差 它是会吹到其他那么远的行星 所以你如果预期看到 木星 土星那里多了极光 是不奇怪的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现在我们在火星上面 表面都有仪器 我们竟然可以透过火星上面的仪器 看到火星原来也有极光效应 画面上的几个图 我这里要解解画了 现在在我画面上的左手边的波波上面 有些很蒙茶茶 紫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火星上面的探测仪器 量到在火星上面 由太阳风暴的离子 撞下去这个火星 很微弱的大气和外壳的时候 出来的那种所谓的极光讯号 你就不要预期可以在地球上 这些东西通常是用电子仪器 和液晶体仪器看得到 是特别漂亮的 因为这些东西是对离子特别敏感的 你的人的眼睛看不到 它也会看到的 很有趣的就是 这个极光也不极的 你要记住 为何极光是极光呢 就是因为它有磁场 帮你把离子牵引到南北两极的地方 下来 不要忘记 好像是水星和火星 这样的行星 它的磁场很弱 所以它的磁场就不太有效 去把离子带到两极的地方 去掉下去 所以它的极光就不太极了 就更加地可以均匀地打到 即是边边被太阳照到 它就拆到全面都是这样的光 走出来 那这些光你可以想像 就是那些离子 撞到那些大气的粒子 然后就有些激发的 放些光出来 讯号就比起地球的微弱很多 但是对于我们在火星上的仪器 都可以捉得到 那好了 接着看我头壳顶上面 两个黑白的图 就是那些火星 就是那些毅力号 那些车 它们拍到它的影像 这里两张图是不一样的 留心地看 我会把大家注意力 特别集中在 譬如这座小山丘 即是画面 譬如这张图的 左手边下面有个小山丘 两张图的小山丘 你会发觉是一个深色 一个浅色 不止 还有两张图的小山缸 大山缸底部的地面 都是一个深色一点 一个淺色一点 那你可能想像到 是不是上面有些沙漠风暴 一些风沙的东西 我们以为是这样 其实原来又不是 原因是什么 就更加有趣了 刚才不是说的 那些CCD 那些液晶体的仪器 看来自是很敏感的 其实原来就是 因为太阳风暴 省下来的时候 是有强弱的变化 就像我们看到的沙漠风暴 沙尘部一样 有时强些 有时弱些 有些起落 强些的时候 它就会有更多的讯号 直接就是由那些离子 直接打进去 那些液晶体 那些涉录机 那些CCD 那里 于是直接打进去 令到有反应 有光 所以现在看到的 不是因为周围有风沙吹起 而被我们看到 那个光的变化 而是太阳风暴 直接打进去 周围的环境 那里 令到有些离子 打进去 我们的镜头的时候 给出来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真真正正 看到一个离子上面 多和少 有多少 打进我们镜头的影像 我们现在的仪器 可以在火星上 直接看到 太阳风暴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 今次的太阳风暴 是很厉害的 相信这些现象 还会有时间看的 因为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期 这一年多都是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未来地球上 又会出现多次的太阳风暴的高峰 甚至是在天文尺度上 也看到 甚至会有时尽快地步 我们要小心 我们暂时要关闭一些 卫星的仪器 让它不要受到太阳风暴的影响 我们会久不久 又会再听到 那这些关于天文上的消息 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 有些其他消息 跟大家介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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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